C Hey Him 今天呢 車速住哪裡 我們來到這個高雄奇朕 為大家介紹兩個點 第一個點呢 我們要到這個封車公園 第二個點我們要到這個星光隧道外面 其實奇朕有很多點都可以車速 不過熊哥呢 最推薦的就是這兩個點 一個是在風車公園 風車公園還有兩個點 有兩個地方可以這個車速 然後那個星光隧道的外面 也有一個點可以車速 好 我們現在呢 就過去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車速的點的狀況是如何 好 我們現在出發吧 GO 好 我們現在呢 已經快要到風車公園了 我們這個路有沒有 然後順著這個騎經的這個過港隧道的路 一直往下開 就會看到風車公園 然後風車公園第一個車速的點 就是我們這裡往前開 不要到它的大停車場 它旁邊有一個小停車場 已經快到了 這個小停車場的優點就是 它比較沒有那麼多人去停 然後缺點就是它沒有水側 水車有 但是很遠 大概要走五百米 四五百米才會到 好 我們現在已經要過去這個 風車公園這裡的公園 你看這裡 第一個車速的點在這裡 轉過來 有沒有 那邊現在就有人停在那裡休息 然後這裡呢 等一下我們下來看喔 有很多 有很多懶人數 遮陽的效果非常好 你看我們這樣子停下來這裡 我們整個 就都在懶人數的下面 我們現在下車 介紹一下給大家看 好 來 Go 好 我們騎兵的第一個車速的點 就是這個風車公園旁邊的這個小停車場 然後它這裡有很多這種大片葉子的懶人數 懶人數它就是它 長上去以後會有一層 就是會有很多遮陰的效果 好 我們車子 如果白天來可以停在下面很涼快 然後我們往那邊看 往那邊看有沒有 距離我們大概 一百多米就是海盆 海灘 所以那個風吹過來這裡有沒有 是非常 是非常涼快 這個將是非常涼快的 大概中午過後這裡人就會變多 然後下午差不多五點過後這裡就又沒人 好 我們現在呢 去風車公園的主停車場 這個是一個小的旁邊的小停車場 主要的停車場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那邊就有水測 在那邊 有一段距離啊 如果你車子要停這邊的話 水測大概就是要走 兩三百米以上 好 我們現在過去那邊看 Go 好 這個小停車場轉出來有沒有 我們大停車場距離大概兩百到三百米 主要的這個風車公園主要的停車場 就離兩百到三百米而已 然後那邊就有水測 很方便 然後機能也比較好一點 生活機能也比較好一點 好啦 你看我們到了 就在這裡 超快的 就在前面而已 然後這個大廣場的停車場有沒有 熊哥不太建議在這個大廣場的停車場 我們停在這個大廣場的停車場旁邊 的主停車場 你看看這裡 你看看這裡 哇 超讚的這個點 你看這裡超多停車位 你看看這裡 然後距離這個景點又很近 然後距離這個景點又很近 風車公園 那這邊這個點都非常棒 可是 它這裡的這個懶人數就比較少啊 就比較屬於 等一下 停好 就比較屬於就是 一般的停車場 它沒有重懶人數遮陽 所以這個點 比較適合 中午過後 午後大概四點之後過來這裡停 好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這個點的水測 把冷氣關掉 好 我們現在下去吧 紅車公園這裡的主停車場 我們在講這個主停車場之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 亂丟垃圾 熊哥在這邊再講一次 車速 車博 車床 都可以 但是不要亂丟垃圾 自己的垃圾自己帶走 雖然這個一定也不是我們車床的啦 就可能就是 來這裡玩就很丟的 我 我這邊在講就是 你裝備落地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裝備落地沒有什麼 我覺得可以 但是垃圾一定不要落地 好 我們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這裡的水測 來 GO 這邊停車的位置有沒有 大概有 看過去大概有五六十個 所以很OK 然後水測就在旁邊這裡 你看 這邊就是廁所跟那個用水 因為這裡原本就是一個觀光景點 可以 玩水 然後可以玩沙 所以這邊有那個洗腳的 然後距離海岸很近 就在那裡而已 大概一百五十米五十米就到了 五十米 我們看一下水測 對 在前面這裡 旁邊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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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打掃 有人在打掃 好 我們呢 這個位置 是一個景點 好 我們現在就到下一個 可以車速的地方 齊津 好 來 GO 我們這邊呢 齊津的老街這邊旁邊的這個路轉進去 這邊 這邊 然後轉進去以後 直走就是星空隧道 來 我們看前面 這裡路上都會有 很多這個 賣小吃的 你也可以到齊津的這個 老街有沒有 逛 也是不錯啦 對 好 我們快到了喔 看我們看前面 好 我們這個 前面這裡就是星空隧道 你看前面前面 對對對 對對對 這個點很好 對對對 這個點很棒 沒錯 超讚的 OMG 好 然後你看這裡喔 這裡也是 旁邊這邊都可以停下來 來 這裡 這個車速的點超級破的 好 我們這個點有沒有 好處就是 非常涼快 然後其實最好的是旁邊那個車子那邊 對對對 好 我們現在下去來介紹一下這個點 我們冷氣關掉 好 我們下來吧 這個點有沒有 這個點有沒有 就是在星空隧道的旁邊 星空隧道呢就在那邊 對 沒錯 然後這邊有兩個地方可以停車 一個是在這裡 有很多樹蔭 然後另外一個點在前面那邊 比較沒有樹蔭 對 沒有樹蔭 然後我們來看喔 非常涼快 這裡非常涼快 然後往那邊走就是水側 然後我們現在走過去給大家看 你來看喔 我們這邊有沒有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先去老街 然後也可以到星空隧道 然後往前面走就是海水浴場 然後那邊走就是海水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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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呢 那個停車的位置有沒有 距離水側那裡 大概是200米很近 我們現在過去水側那裡 我們這個點有沒有 往後面走 是騎山 對不對 是騎京老街 然後往旁邊走 是星空隧道 然後再往它的側邊走就是海灘 這是一個 然後再往前面走就是水側 這個點是非常非常好 但是因為這個位置是很多人在停的 熊哥會建議說 如果你停下來以後 不要馬上坐車速 我們就到附近的景點去玩 預計是差不多1點的時候來 然後先逛老街 然後星空隧道 然後海灘 然後全部玩完結束之後 大概6點了 6、7點 那個停車的地方也沒有人 我們可以直接在那裡坐車速 這個點也是非常棒 來我們看前面 已經到了 水側就在前面 也是非常乾淨 24小時的水側 好 今天介紹這兩個點呢 一個點是在風車公園 第二個點就是在海水浴場後面 星空隧道的外面 這個點坐車速是非常棒的 不要直接停在這個 騎經海水浴場的 這個停車的地方 因為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 第一 它很吵 就是很 很吵 然後有很多商家 然後在後面坐 車在上休息會比較 引起別人的注意 所以在這個後面 這個地方會比較好 好 這集呢 熊哥為大家介紹這個 騎經的這個車速的點 這集就先說到這裡囉 好 掰掰